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一代来部,小伙儿换一双鞋就会变成各种名人的奇幻故事 麦克斯继承了祖业成为一名修鞋匠 在一个方寸之间的小店摆弄着各式各样的鞋子 修鞋是无聊而寂寞的 漫长的时光里,他的心逐渐失去了对生活原有的激情 如今,整条街区可能会被大富翁收购 对于他们这种小商户会被赶走 麦克斯也漠不关心 只是在隋大六的抗议书上签了名 鞋垫能不能保住对于麦克斯来说并不重要 日复一日的工作早就使他疲倦不堪 这样解脱了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人到中年的他还在和母亲一起生活 单身的他成为周围人的催婚对象 无论身边的人怎么全说,麦克斯都无动于衷 列经他不是黄金单身汉,没有豪车没有司机 他的生活好像除了鞋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一天店里来一位蛮横的客人 说话咄咄逼逼人还要求一大堆 他要求麦克斯当天给他修鞋 并要求当天晚上来取 这双鞋和他的主人一样不招人待见 他的鞋子竟然把缝纫机给弄坏了 麦克斯没有办法,只好把祖传的缝纫机拿出来用 这家古董式的老缝纫机用起来还不错 缝纫机的来历可不简单 这可是他的曾祖父留下来的 曾祖父当年曾经救过一个乞丐 给了他吃的,喝的,还帮他补了鞋 乞丐走后,家里就突然多了一台缝纫机 麦克斯如期为客人修好了鞋子 可是客人迟迟不来 都已经过了他平时要关门的时间了 麦克斯仔细地端详这双鞋子 发现和自己的鞋号一样大 就趁着客人没来试了试 这也是不要紧,差点吓坏了麦克斯 他穿上客人的鞋子竟然变成了那个人的样子 他还以为是眼花 这种非自然的事情把他吓了一跳 赶紧关门逼电 麦克斯再次小心翼翼地穿上那双鞋 发现并不是眼花 自己真的变了另外一个模样 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的容貌 幽黑的皮肤,健壮的身体 他和那位客人如出一辙 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偶然 还是他具备了某种特异功能 又尝试了其他的鞋子 发现并没有什么变化 他突然想到这种奇怪现象都是因为 那双鞋是用祖穿缝纳机缝补的 麦克斯用另外一双鞋再次验证了一下 这使他变成一位大胡子老头 他被这种神奇的魔力所吸引 不断地尝试各种各样的血色 他也变成各种不同的人 老人,女人,甚至连死去的人都能复活 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发现他发生了一丝变化 开始和客人交谈了起来 对每个人的身份都充满了好奇 无聊的时候 他还会穿着鞋子变成其他人去戏弄朋友 去体验着别人的人生 从外形上看根本无法分辨 甚至连口音都完美地复制了下来 他将所有符合他鞋的十寸半的鞋子都收集了起来 慢慢地他开始享受这样的人生 用别人的身份生活 吃霸王餐,开好车 只要他想就没有做不到的 麦克斯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老父亲 母亲更是在长年的思念中渐渐老去 没有人知道父亲去了哪里 为了让母亲再次见到父亲 他将家里藏着的父亲的鞋找了出来 决定扮演一丝父亲 圆了母亲和父亲共进晚餐的梦 这一天 这附近游名的女神将他男朋友的鞋送来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化身成帅气的小伙子 来到一家酒吧 提依一把年轻人的快乐 帅气的外表让他得到很多美女的青睐 他决定再冒一次前进入到女神的家里 看到美丽的女神 他有些享受肥肥 关键时刻 他还是悬崖勒马 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女神不属于他 那是别人的人生 他虽然很想体验别人的人生 但是不能破坏他 总有一天 他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命天女 就像母亲和父亲一样 一生只爱彼此 他换上了父亲的鞋子 成为父亲的模样 和母亲共进晚餐 这种重逢虽然短暂 但却美好 人生的最后时刻 最爱的人陪在自己身边 这也算是一种幸福 母亲在这之后 彻底沉睡了过去 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孤独 他的好朋友基米也来安慰他 基米看上去 比麦克斯更加的悲伤 对于麦克斯来说 他恨自己的父亲 这么多年以来 对他们母子不管不问 都没有此时痛恨 母亲到离开时 也没有见到他 生活也压得他闯破气来 他甚至买不起墓地 生活使他意志消沉 再次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本就够伤心的他 还遭到之前的客人的谩骂 麦克斯决定给他一点教训 他扮成客户的样色 紧紧地跟在李昂的身后 此人力大无穷 无恶不作 他不能贸然出手 不然自己肯定会被打得稀烂 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 他摸清此人的行动轨迹 装扮成这个人的模样 前落他家中 他发现李昂私藏军火 出于好奇 他拿着李昂的电棒 垫了自己一下 结果就昏睡了过去 在他一觉睡醒之后 和真正的李昂撞个正着 李昂看到和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 先是一脸懵逼 紧接着就把麦克斯撂倒了 幸亏麦克斯拿着电机棒 将其电倒 不然就被他掐死了 他将李昂紧紧地绑了起来 变换各种身份 威胁他交出职钱的东西 李昂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自己一个标形大汉 竟然被一个女孩子 和一个无大三粗的女人 给绑架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告诉麦克斯 自己藏起来的手表 麦克斯拿到手表之后 准备离开 却又被李昂的手下堵在门口 他不得不化身 李昂替他们去收钱 他们来到一家废弃的工厂 看到一个被绑在椅子上 被打得满身是解的男人 光头来要开枪射杀了这个人 麦克斯及时阻止 并让人带他去医院 大哥的一反常态的做法 让人惊讶 他们不知道老板的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麦克斯在犯罪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 富豪雇佣李昂 去骚扰街区的住户 让他们尽快搬走 并付给了李昂一大笔钱 得到钱的麦克斯 有些飘飘然 再次回到李昂的家里 却被他反揍了 麦克斯踢掉自己的鞋子 让李昂吓了一跳 变回自己的模样 麦克斯在和他的打斗过程中 失手用高跟鞋将其杀死 经过一个晚上的心理斗争 他选择自首 警察对他用高跟鞋杀死 一个标性大汉半信半疑 还是跟着他来到案发现场 结果这里空无一人 甚至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警察将他当作了神经病 麦克斯也很是不解 更神奇的是 高跟鞋出现在自家的柜台上 他的包里还有巨额现金 朋友吉米感觉他的异常 对于他的担心 他一定要问个旧情 麦克斯这种反常的情味 在他父亲身上也出现过 他的父亲和一些坏人结下了样子 不得不消失 伪装成死了的样子 不然那些人 一定会找麦克斯和他妈妈的麻烦 这么多年 麦克斯终于知道 父亲离开的真实原因 他一直误会着父亲 他十分后悔 即使这样 依旧不能留住麦克斯 他决定要把这笔钱 还给爆发户 他假扮成 那个粗壮的女人和他谈判 爆发户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拒绝了他的提议 他们把麦克斯打运决定处理掉 在骑车后座醒来的麦克斯 换上了死去的人的鞋子 尸体的俯仇位和猙獰的表情 吓坏了所有人 他成功逃了出去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缝纫机者的货 将那台老缝纫机忙了起来 现在他只想好好的生活 但这条街区即将变成商业街 整条街区的小商户 会在星期五之前被赶出去 他加入了协会 帮助他们一起反抗开发商的掠夺 麦克斯却通知索罗门现手 他的房子要被烧毁 他必须马上离开 可是索罗门根本不想离开 这座房子承载了他所有的美好时光 为了帮助索罗门 他穿上老人的鞋子 和爆发户做了交易 以十万美金换取房子 第二天爆发户压着真正的索罗门赶往机场 以确保他会去芝加哥 紧接着麦克斯又假扮成李昂的模样 故意出现在混混面前 将他们一个一个引到公寓 又扮成混混的同伙将其中一个解决 紧接着他不停转换身份 引诱爆发户前来 麦克斯假扮成索罗门的样子和爆发户谈判 爆发户看到索罗门很是惊讶 刚和压解的人通了电话 索罗门确实去了芝加哥 那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气急败坏之下 他威胁索罗门 不仅是他 就连芝加哥的女儿都在野难逃 这样一来 争重麦克斯的下怀 电视台的人早就潜伏在公寓里面 那些威胁的言语全部被录了下来 现在爆发户只好认栽 危机暂时被解决 卡门很难想象 一个小小的鞋匠 怎么会把事情搬得这么漂亮 更是被这个男人深深吸引 他主动约这个男人一起吃饭 麦克斯并没有停下他扮演的脚步 他变成李扬的样子 在他腐烂之前 去见李扬女友最后一面 把一支名表送给他 让他度过艰难的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善意之举 险些让他送命 之前被李扬暴揍的李克 如今翻了身 孤了一群人将他抓了起来 他不想死 请容他脱一个鞋 李克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 更不会觉得李扬放过他是自己的良心发现 与其等他来找自己的麻烦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麦克斯真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李克正在得意之际 迎面一辆车撞了过来 等他再次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在理发馆 吉米告诉他 发生了车祸 是自己将他救了出来 而且吉米对于麦克斯变身十分的清楚 甚至比他更明白 怎么样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李扬的尸体是吉米处理的 原来吉米就是麦克斯的亲生父亲 他一直都在儿子的身边 只不过是以另外一个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 现在他终于可以以真面目和儿子团聚了 老父亲似乎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选择告诉儿子 在理发店有一个巨大的陈列室 有着各种各样的鞋子 每一双鞋子都刻有名字 穿别人的鞋子 体验别人的人生也是一种责任 他们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是灵魂的守护者 名副骑士的鞋匠 父亲很感谢他为母亲做的一切 让他没有任何遗憾地离开 他们现在终于可以共享天伦之乐了 父亲不能用真实面貌从正门走 他带着麦克斯进入他的车库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开豪车有司机的人 看来离开他们父子俩这几年 父亲也没有闲着 光想着怎么发财了 在车里 老父亲给他讲起老放人机的故事 电影倒是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奇幻电影《鞋匠人生》 以一种魔幻色彩 让麦克斯经历了各种人生 但说到底 最适合他的还是鞋匠 高楼大厦的联力 使得传统手艺逐渐没落 机器化的生产 让鞋子失去了灵魂 麦克斯守护的是每一代鞋匠的手艺 他需要由人传承 历久秘辛 这是一部非常幽默的电影 老油条 我是文特剑本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